主上駕到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我见到她了 是个好姑娘 朕 应该早一些亲自来告诉你的 自从喜哥小飞事后 后宫再无心愿 难得她 能得主上真心 如今拥有了黄丝 不如册封她为渤海费 入主长明宫 不过为了方便照顾主上 可以让她住到长明宫偏殿 主上日日见到她 心也能安心 对不起 主上何出此言 你既是主上 玄妃那批 本就是应该的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就好 有了 你是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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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上 反倒自己 想過尋常人的生活 朕跟玉霄在一起 感覺自己不像一個敵王 只需要看看山 看看水 便也輕鬆了很多 你愛上他了 你愛上他了 朕 朕需要他 他和你不一樣 他沒有報復 只是單純的乖巧而已 朕心裡有說 他對你和文書奴來說 不會構成任何的威脅 既然他給了你完全不同的生命溫期 日日陪伴你 你又何必要隱藏 燕燕 我不怪你愛上任何人 可你我夫妻這麼多年 你連能夠彼此坦誠的信任都沒有嗎 你確定是在這兒 他讓我拒絕 你現在要報復 他給我 你真的要報復 你讓我 孤立 你得到這個人 如果在皇帝和皇后之前 多了一个妃子 可以让皇帝高兴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 我和孩子 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朕听完你说的这些话 朕觉得 觉得自己渺小了 玉霄的事情 我不怪 其实当我看到她之后 我就知道她是个好姑娘 她没有做错什么 我只是气你没有早告诉我 我平时忙于政务 对你也属于照顾 本就自责 现在有她在 我便一颗心安了 都是朕的错 朕 要谢谢你的宽容 轻松